1971年5月26日 几位对书画 转科特别感兴趣的青年 走在了一起 他们正想要 组成一个书画协会 今年2020年 50年就这么过去了 他们大概在那个时候 也没想到 竟然这个转科书画会 竟然延续了50年 这几位青年 包括陈建普老师 曾继策老师 李福茂老师 林万金老师等等 现在都是非常知名的书画家 教育家 50年来 这个风风雨雨的路不简单 然而他们成立的这个 传客书画会 萧涛传客书画会 却一路非常稳健地走了过来 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场地 就是萧涛50年展览的场地 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我们看着背后 这个非常壮观的 这个展览场地 里头的作品 精彩 在我这个右手边的 是已故会员的作品 那就是陈建普老师 非常精彩的 包括转科 以及书画作品 从陈老师的作品里面 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的这个线条的力量 以及他对艺术的这个执着与追求 到今天仍然非常令人感动 在我左手边的是 创会会员的作品专区 我们看得到 从最早的时候加入这个 因为加入了这个萧涛 不断地继续创作 直到今天还在创作的创会会员 有些甚至已经到了国外 还把作品寄回来 在我们后面这一区 其实就是海外会员的专区 包括好几幅 从日本寄过来的作品 今年这个展览 有很多的特色 包括了有很多的长卷 很多的策页 很多巨型的大幅的作品 甚至包括抗疫的作品 疫情中的创作 等等十分精彩 我们一起来先读为快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